文华Café 最新菜色全攻略 用餐日期2023年5月20日 今天跟老公庆祝十周年纪念日 来到时隔八个月在访的东方文华酒店 文华Café是属于办自助式的Semi Buffett 需点一份主餐,然后可无限享用自助吧 相信大家都是为了自助吧而来的 我们来看看自助吧,有什么菜色吧 相信大部分客人来此最重要的目标 都是帝王蟹跟龙虾 每张桌上都摆了好几盘,真的不夸张 但补货速度很快绝不会吃不到 所以没有人在抢都是很悠哉的吃 果然这样才有贵妇的负啊 帝王蟹比之前来的时候有诚意 长度大概都有剪到手指那么长 而且非常鲜甜,超满足 小龙虾是另一个热门品项 虽然个头不算大但肉质Q弹鲜甜 连虾头部分也有虾膏跟虾肉 随便客十几只都是小case啊 没有了法国生蚝改成了面包屑 这之前也是要到想想或续集才吃得到 现在文华咖啡让你依次吃到三种超人气海鲜 真的是太幸福了 不过要注意满满蟹膏,其实还蛮容易饱的哦 其他海鲜还有脚虾 三点蟹 续蟹 蛋菜 莲罗 白虾 九孔豹 太饿了先来一盘解馋等下再继续逛 龙虾跟帝王蟹先克起来 因为空腹先加了几只热的大虾垫底 结果出乎预料的好吃 等下后面会再介绍哦 这区是米其林一星名店雅阁区 有雅阁的招派烤鸭和叉烧 还有各种精致的港点和小菜 光这区的菜到雅阁去吃也是贵森森的呀 难怪大家都说这里CP值超高呢 旁边还有汤品及蒸笼港点 蛋炮太战味只能放弃掠过 热食区有卤烤酱烧猪类排 羊粥炒饭 广岛炸牡蠣 焗烤白酱生蚝 蒜蓉蒸扇北 港式炸蚝饼 另一区热食餐台有红酒盾和牛夹 香尖海鲁鱼左翼式青酱 焗烤海鲜千层面 炉烤羊煎左薄荷酱 古老澳洲牛柳利 前面介绍过的是油黄大虾 这个我超爱的加了好几次 断煮鲍鱼会食蔬 清蒸刺花斑 龙虾和帝王蟹不管吃多少都不会腻啊 热食区其实大部分也都很美味 几乎没有雷 这区是各种起司和火腿 熏鲑鱼等 不过我对此区兴趣不大 所以略过 还有各式精致的沙拉 特别喜欢这种小杯子 小碟子装的 好可爱 沙拉种类挺不少的 吃完海鲜和肉肉用来解腻 很不错 日式生鱼片和寿司区种类不多 有出现生食干贝 但没有海胆 水果区一般般 生菜区看起来很新鲜 再来是期待已久的甜点 这里的甜点造型都超精致 超可爱 而且甜点是装在另一个位的 所以再饱都还是吃得下 光这颜值就满分了 有的可爱到都舍不得切开来吃了 真的是很赏心悦目啊 重点是还都很好吃 这个底下有芝麻馅是老公的最爱 这里面有烟窝也不吃怎么行 橘子优格慕斯口感绵密香浓 哈根达斯的冰柜已经被扫掉一大半了 直接给你整只雪糕跟整杯冰淇淋 不用费力的挖冰 旁边还有一些软糖饼钱类的小点心 泰湾拍马卡龙快被扫光了 一些小面包已经饱了 没有吃 甜点几乎全品相质吧 饮料是桌边服务 现点现做 搭配着热拿铁跟冰巧克力 不知不觉就把甜点全部KO了 最后用哈根达斯雪糕做完美 安定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你最喜欢的菜色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